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准时参加我们每周六的教育业现场 我是Enlightings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Ellie 有些新家长可能还不了解Enlightings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 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同时能够收获理想大学的录取 我们的一站式服务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生 暑期规划、AP Honor私教课程 SAT、ACT考试培训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高中的学生 包括南湾、东湾、半岛和Sacramento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我们坚信成长和进步才是教育的本质 我们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关注大学申请的家长们常常会听到EA和ED申请 可是经常会一头雾水 EA和ED到底有什么差别 有如何选择 都说EA、ED的录取率高 那这个是真的吗? 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早生? 那今天让我们就欢迎 Enlightings的Senior Consultant Erica老师 来跟我们讲一讲ED和EA早生策略 好的,那么话不多说 下面就有请Erika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的,非常感谢EA 大家好,我是Erika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会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还是我们每周的教育资讯汇总和解读 接下来我会为大家分享 美国大学今年最新的招生政策方面的变化 然后是会进入到今天的主题 是关于早生政策的解析 最后我也会通过学生的实际的案例 来为大家分享如何选校 OK,那么本周我想大家 可能好多家长已经知道了 本周最大的新闻应该就是属于 这个司法部对耶鲁大学在录取过程当中 涉嫌歧视亚裔和白人这样的一个裁定 那么实际上其实关于藤校像哈佛、耶鲁 他们在这个录取过程当中 对这个亚裔的歧视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新闻了 早在2014年的时候 哈佛大学就已经是被美国的一个非营利组织 这个Association for Fair Admissions 有高道法庭 就已经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被亚裔有歧视 那么这个案子也是前前后后拖了五年 最后在2019年的时候 还是最终以这个哈佛大学胜诉 那么最后的裁决就是说 虽然这样的一个录取过程并不是最perfect 但是呢 这个So Far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招生办法 那哈佛这边虽然是胜出了 但是紧接着耶鲁 现在马上司法部把他报出来 其实经过了这两年的调查 那么司法部是认定说 其实耶鲁大学他在录取过程当中 对这个种族的分配 根据这个种族来录取 已经不是说 把它作为一个众多的因素之一 而是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了 所以这就为什么每年这个亚裔 白人还有西裔非裔的这个比例 都是这么完美的这么平衡 实际上他们是有这个quota在里面 那么确实有事 其实一直以来 亚裔学生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要想录到同样的学校 那么就标话来说 亚裔学生的SAT 平均要比非裔高出300分 比西裔要高出150分 才能够录到这个相同的这个学校 那么司法部的调查也发现 实际上在耶鲁大学的这个录取过程当中 那同样的条件下 亚裔学生的这个录取的录取率 只到了这个非裔学生的十分之一 或者是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所以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司法部已经命定说是让耶鲁大学 在接下来的这一年的录取过程当中 要停用就停止使用这个种族作为考虑因素 当然了就是目前so far 这个耶鲁是拒不认账的 那因为他认账了不是就变相的 相当于承认自己确实是在歧视了吗 但是实际上根据我们过去的这个 对数据的分析来看 像耶鲁像哈佛像prinston这样的学校 他们有将这个种族主义纳入考量的这个因素 所以一直以来亚裔学生在这些学校的比例 也就是占20%上下这个样子 那么像其他的一些学校 比如说像Caltech 比如说像我们一直以来的UC 在过去一直是不考虑种族 我们不考虑这个种族因素为录取的 那像Caltech 亚裔学生的比例占到了40% 哪怕是在UC 亚裔学生也一直是最大的主义 占到了35%左右 那么当然 因为今年这个prop16出来 这个UC也慢慢的 开始有一些变化 今年首次这个西裔学生超过了亚裔 成为了UC最大的这个小数主义 关于这个案子将如何走向 最终这个耶鲁会怎么样变化 我相信其实应该是 还是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的 毕竟就是说作为藤校 他们的这个势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要想完全颠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 这样的一个录取政策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亚裔持续发声 那至少就说让我们的这个声音被听到 那么至少有这样的就是事情出来 也可以让这些学校在录取过程当中 会有所收敛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分享一下 2021年秋季 美国大学在申请政策上面 有哪些变化 那么在这个表中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作为Princeton University 它今年是首次取消了这个Early Action Early Action的这个政策 那所有的学生今年都将在一个铺里面 进行这个评估 也就是仅仅只有1月1号的Regular Decision 这么一轮 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学校 比如说像John Hopkins 然后还有像这个University of Rochester 这样的学校他们今年都新增了ED2的申请 那还有一些学校像University of Michiga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弗吉尼亚大学 然后还有像UIUC这样的学校 他们今年的EA的申请截止日期 是推迟了两周 密西根和UIUC推迟到了11月15号 弗吉尼亚是推迟到了11月1号 那么往年弗吉尼亚的这个早生的录取 截止日期都是10月15号 弗吉尼亚也是公立大学里面 唯一一所有这个ED申请的学校 还有一所学校有变化 是这个Georgia Tech 也非常的有趣 Georgia Tech今年新增了EAR Georgia Tech也是唯一一所有这个EAR的学校 那么它的EAR呢 和其他的学校不一样 是它把州内学生和州外学生分开了 州内学生也就是Georgia的州内学生 他们还是通过和往年一样的 这个EA110月15号 这样的一个录取截止日期来申请 那么所有的非Georgia的外州学生 仅仅可以通过EAR 假如你要早生的话 只能通过EAR这一轮来申请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像RPI今年新增了EA 然后包括像 还有像UIUC和Wisconsin Madison 他们是把这个EA的录取 放榜时间给推迟了 那么综合来看呢 今年的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有很多学校新增了这个EDR的申请 那么我的分析是因为今年的这个疫情的缘故 所以导致了整个学校的这个录取的情况都非常的难以估计 那学校当然也是希望通过增加这种绑定的录取 来稳定他们最后 希望来稳定他们最后的Enrowment 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学校推迟了早生的截止日期 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出于疫情影响的考量 希望能够通过推迟截止日期来给学生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他们的申请 那么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推迟了这个放榜时间 推迟放榜时间 实际上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申请人来说是不利的 因为以往我们学生的这个EA的放榜时间是比较早的 那么放榜出来之后 学生通常可以根据EDEA的结果 然后再来调整他们RD期间的这个申请策略 但是如果说现在EA和RD同时放榜的话 那么相当于这个其实这个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好那么接下来说了这么多EAED关于还有EDR 那可能就是说这个也是让一般让家长比较头晕的一些Terms 那到底什么是EA什么是ED什么是EDR 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那接下来呢我也会为大家详细的进行分析 好那么要了解什么是EDEA 我觉得可以这么看 可以通过截止日期把这个整个申请策略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早申 一个部分就是常规申 那么早申也就是说是11月初截止的这么一批学校 那么一般来讲早申的截止日期最早可能早到10月15号 最晚的话也就是11月15号这个时间就截止了 那么在这一批截止的学校里面就有分 EAEAEARLY ACTION也有ED EARLY DECISION 那么EA里面又有RESTRICTIVE EARLY ACTION和SINGLE CHOICE EARLY ACTION 那么这几个他们有什么变化呢 首先EA我认为排他性是最低的 那同时呢它也不具备这个迫近效率 EAEARLY ACTION说歪了就是说让你可以早一点来提交这个申请 但是你在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 你是可以申请multiple score的 而且你拿到了录取之后 你可以就是选择不去 而且也不需要就是立刻做出决定 一般像EA的这个录取结果的话 12月中旬就会出来 但是你可以等到5月1号再决定是否要去 而且你可以同时申请好几所 那么EA的代表学校 就包括像密西根阿纳保 然后包括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乔治亚理工 然后还有像这个RPI 这些学校都是有EA的申请的 那么ED就不一样 虽然ED的这个截止日期和放榜日期 和EA是一样的 但是ED它是绝对具备绑定效率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一旦录取了这个学校 你是一定要去的 那么ED的排他性在于说 你在选择ED的时候 你只能选择一所学校进行ED的申请 也就是说这所学校 你选择了ED 那么学校就认为 他们是你的这个女神校男神校了 也就是你的first choice 他们也认为说录取了 你一定就会去 那当然我选择了这个ED的同时 我其实还是可以选择EA的学校的 因为EA的学校是不具备这个绑定效率的 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学生 如果说他有梦想的话 那也会可以把ED和EA几所学校选出来 同时申请都是可以的 那么ED的代表学校 比如说就是像哥伦比亚大学是有ED 包括像PEN也是有ED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关于REA和SEA 这个就比较tricky了 实际上呢 有REA和SEA的学校不多 仅仅有四所 像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还有这个圣母大学是有REA的 Princeton University 以前也一直是有REA的 只不过他们今年把这个REA的政策给取消了 那REA学校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样有这样政策的学校啊 一般呢都比较自负一些 包括像Stanford Stanford大学它也是有REA的 那它会建议说学生 你如果要申请我们的EA 那你就认为我们是你的first choice了 你在你申请了我们这个EA 你就不可以再申请其他学校的EA 也不可以再申请其他学校的ED了 但是呢REA和SEA呢 又不具备绑定效率 也就是说录取了之后 你还是可以选择不来 那么我接下来这个图呢 是比较就是清楚的给大家分析了 关于这个REA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看到以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斯坦福大学和圣母大学为代表 他们的这个REA的这个政策 也就是说一旦你选择了申请他们的REA 你是不可以申请任何其他学校的ED的 不管这个学校还是私立学校 还是公立学校 然而针对EA呢 每个学校就不太一样 那么首先私立学校的EA 你是肯定不能申请的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REA政策 都是你不能申请其他任何私立学校的EA 但是圣母大学会灵活一些 你还是可以申请其他私立大学的EA的 那么这几所学校都统一 他们的这个exception 你是可以申请其他公立学校的EA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选择申请这个 比如说斯坦福大学的这个REA 那么我就不可以再申请其他任何学校的ED 我也不可以申请其他私立学校的EA 比如说像哈佛大学的EA 或者说是比如说像这个Rochester的EA 但是呢我可以申请公立学校的EA 比如像我可以同时申请密西根大学的EA 那么这个是这几个学校的REA的政策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早生这一批学校之后呢 实际上下一批学校就是一月初录取的这批学校了 那一月初录取的这批学校里面 其中又有这个ED2 这个ED2虽然它还是叫early decision 2 但是实际上它已经不算是早生了 因为呢它的这个截止日期实际上是很晚的 基本上它的截止日期和RD的截止日期 基本上是相同的 那么不同的是 它ED2的这个放榜时间会比RD早 ED2的放榜时间一般就是从二月初开始到二月中旬结束 但是申请的RD学校的话 一般最早最早是要从三月初才会开始放榜 一直到三月底结束 虽然这个申请截止日期上面的变化不大 但是ED2同样也是具有榜定效率的 也就是说你在选择ED2的时候 你只能选择一所学校 你不能再申请其他学校的ED2 那么如果说其他学校录取你了 如果说你的这个ED2的这个学校录取你 你是要撤回其他学校的申请的 这个就是ED2的排他性 那同时ED2也是具有榜定效率的 也就是说这所学校如果录取你了 你是一定要去 这个有ED2的学校 像芝加哥大学 这个是有ED2学校的一个代表 当然RD学校那就是包括所有的大学了 RD学校就是申请截止日期都比较晚 而且同时不具备榜定效率 也不具备排他性 这也就是一般我们大部分学生 Schoolist里面都会有的这个RD的学校 那么具体哪些学校有EA 哪些学校有ED 哪些学校有ED2 他们具体的截止日期又是多久呢 那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 Ali老师的微信 来获取我们更具体的信息 好那大家可能大概了解了 这个EDEA的这个政策了 那么这些政策到底有哪些pros and cons 这里我也为大家做了一个整理 那么根据我们的经验呢 一般来讲 EA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找出结果 找安心 而且可以给学生一个双重的保险 那像我的学生 一般来讲 如果说他的这个申请profile都准备好了 我是会建议他多申请一些EA的学校 因为EA的学校出结果的时间很早 12月中旬出结果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已经拿到了一些录取了 那么这个其实对学生的这个心理上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 如果说12月中旬还没有拿到任何学校的结果 甚至是学校的申请都还没有完成 而当你的周围的同学 已经开始说谁谁谁拿到offer了 那其实是会增加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的 那当然拿到了EA的结果之后 实际上也可以对自己接下来RD的申请的一些策略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indicator 那接下来我RD的这个学校的申请策略 还需不需要改变 那么EA它的这个Cons呢 我认为就是当然就是截止时间早 11月1号就大部分学校是11月1号 甚至有10月15号就要截止了 那么像如果说要申请EA的学校的话 那像我的学生像已经申请EA的学校 这个时候基本上文书都是已经快出来了 所以录取它的这个截止时间是很早的 所以一定要提前准备 还有一个呢就是EA它在录取率上面 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听闻说 是不是早生的这个录取率会高一些呀 是也不是 要看是针对你早生的是什么政策 那么针对EA来说的话 在录取率上是和RD是一样的 是没有优势的 你只是说早一点拿到结果而已 除了这个regular的EA 我们看这个REA和SCEA 那当然它的这个pros也是早出结果早安清 如果说你一次就录取到了REA的学校 那基本上就是你的申请记就提前结束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REA的学校很少就那几所 像Harvard, Stanford, Yale和Notre Dame 那如果说我相信如果有学生能够录到 这几所学校的REA的话 那基本上就代表着我这个申请记 已经拿到我的理想offer了 当然这些学校它的姿态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让你不急着决定 也就是说它还是给了你可以继续申请其他学校的 RD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等所有的offer录取结果出来之后 你再对比你的offer和这个助学financial aid package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去都可以 那我觉得REA和SCEA他们的缺点 除了这个录取时间早和录取率上面没有优势之外 就是他们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那么学校明确的表明说 你如果说要决定申请我们的这个REA 那你就是相当于把我当成你的first choice 那我们的这个申请applicant pool是非常非常强的 因为所有的学生都是卯足了劲 都是准备好了才去升等 你的profile如果不是很强的话 那么可能很大几率你会被拒掉 直接拒掉或者是defer 还有我觉得REA和SCEA他们的这个排他性太强 因为你如果选择了REA或者SCEA的话 你其他学校基本上私立学校 其他的私立学校就不能再申请了 然后公立学校的这个其他的ED 你也是不能再申请了 所以其实如果要申请REA的话 你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D 那ED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的这个录取率 是明显是高过RD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绑定的嘛 那绑定的也就是说 学校他认为你录取了就一定会去 所以他在就是录取的时候 也会对你的这个commitment进行考虑 那他的这个录取率 你比如说拿UPEN来说 UPEN他去年的ED录取率达到了18% 基本上将近一半的这个 就是整个新生的这个class 都被ED给fill了 他的这个ED的fill rate 达到37% 将近40% 将近一半 那当然你后来就是RD的这个学生 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所以PEN他的RD的录取率是只有8%的 同样包括像达特劳斯这样的学校 他的RD录取率只有8% 但是他的ED录取率可以达到23% 那文理学院就更夸张了 文理学院更加的看重学生的这个commitment 和学校的匹配度 比如说像Middleberry这样的学校 排名第七的Middleberry 他的ED的录取率可以达到45% 而他的这个regular overall的这个录取率 仅仅只有15% 所以这个ED 他在录取率上面 是非常占优势的 那除了这个录取率之外 当然就是还有 刚刚所说到的这个早出结果就早安心 如果说你的这个ED学校就已经录了的话 那你基本上接下来所有的essay都不用写了 所有的申请也都不用做了 申请期提前结束 皆大欢喜 那ED的他的这个缺点呢 就是在于说一个他的截止日期 截止时间很早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竞争激烈 那么ED之所以他的这个录取率会很高 除了学校对学生的这个binding的这个commitment看中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ED的整个的applicant pool 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那想要ED的学生 一定要考虑好 那我的profile是不是可以足够去和 整个这个ED的applicant pool进行竞争 那ED还有另外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针对就是需要财政资助的家庭 那你ED的学校的这个financial aid package 可能会不理想 而且你也没有任何compare offer的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可以想 我们可以想一下 ED既然都绑定了 也就是说学校知道我录了你 你是肯定要来的 那么学校还有什么理由去 给你很多的钱作为incentive呢 所以这个是如果说是需要财政资助的家庭 那么可能需要慎重考虑 我是否要申请ED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 我也不能说它是缺点 但是呢就说因为它的这个binding 所以好多学生在申请的时候 一定要想清楚 这所学校到底是不是你的first choice 到底是不是你的梦想 因为这个录取是没有后悔要可持的 好 然后关于这个ED2 那么ED2呢 它是相当于一个ED的一个backup 因为它是相当于第二个ED 它的录取率仍然还是高于RD的 但是它的录取率没有ED1那么高 但是ED2它的这个还有的优势 就是说它给了学生很充分的准备时间 因为ED2的截止日期 是要到1月份才截止 所以你一方面你又可以申请这种绑定 获取录取率上面的优势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你又有很多的时间来准备自己的申请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ED2 它的这个出结果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 会早于RD2月份就出结果 这样你就早早的就可以拿到结果 然后就开始准备自己的这个大学生活了 那ED2它的这个缺点呢 就在于它的这个竞争 叫ED是更为激烈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ED1都是那波最强的在申请 结果申请没有进的被刷下来了 那么他们可能在申请ED2的时候 会挑选这个竞争没有ED1 竞争那么激烈的学校 但是这对于大部分其他申请ED2的学生来说 那我就相当于我又要去跟那一波最强的人评 所以这个是ED2的一个缺点 那么同时ED2因为它是绑定 所以它也是这个录取这个financial aid package 你是没有机会去compare的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录取绑定 因为也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那你就是录了你就做好一定要去的准备 那么ED2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学生的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因为ED2它和RD的这个截止日期是同时截止 所以你不可能只申请一所ED2的 因为万一没有录的话 那你也没有机会去申请其他的RD了 所以实际上还是和RD的学校同时申请 那么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那最后就是这个RD RD它的好处当然就是你时间非常的充裕 学校都是1月份到2月份才截止 有很多的时间去准备 而且选择也很多 因为所有的学校都有这个RD的录取 你可以在所有的学校当中选择 而且RD的学校呢 它你所有最终你拿到了所有的这个录取结果之后 你是可以慢慢的来对比 甚至有的时候你还可以给学校negotiate一下 你想去的学校的这个financial aid package不够理想 那你可以跟学校说让学校看能不能跟你natch一下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些都是RD的优势 那当然RD的缺点就是说因为它是最后才出结果 所以实际上学生的这个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特别是像早申 如果说也没有录或者没有申早申 那么等到最后才来申请 那所有的工作都堆积在一起 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还有一个就是RD它的录取率是远远低于这个ED的 那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ED EARD 它们的这个pros and cons 那么我到底在选校的时候 我怎么来考量呢 那什么学生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申请ED 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申请ED 那这里呢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如何进行选校 实际上在选校的过程当中 除了我们要考虑这个申请的时间线 也就是ED EARD这些考量之外 实际上还有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像申请的数量 我到底申请多少所学校算为合适呢 那在这里 我一般来讲只能说是很Roughly的 我会建议学生一般申请8所左右 但是实际上你到底申请什么数量 也是根据学生具体的情况来断定 那有的学生 我有学生少的就只申请两所的也有 那么甚至有学生申请16所 甚至20所的也有 这个是完全是要根据你学生具体的一个 就是profile 以及你12年级的这个course load 包括学生的写作能力 这些都是要包括学生的这个motivation 都是要考虑进去的 那么除此之外 当然就是学校的这个难易度 都是要去冲刺那些最难的学校呢 还是如果就选择这个比较容易的申请 那其实这里面 学生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预估会不太准确 有一些学生会容易高估自己 也有学生会容易低估自己 那么高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有可能就是你申请了一堆都是超级rich 甚至是out of rich的学校 那么最后可能会收到大量的巨星 那么这个对学生的这个心理的打击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甚至可能有一些极端的情况 你过于都高估了自己 那么最后可能没有一所理想的学校 录取到你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学生他有的时候会低估自己 觉得自己能去这样的学校就可以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因为明明学生的这个能力 和他的这个profile 其实是可以去到更好的学校 但是因为学生低估了自己 或者是对自己的信心不足 实际上最后就是去了一个很安全的保底学校 那这个实际上 其实是对学生他潜力的一种浪费 所以我们在选校的时候 如何评估自己 怎么样来分布这个学校的难易度 这个是需要很仔细的去分析的 那么最后当然就是学校的这个 每所学校具体的考量 那这里呢 我也为大家列出了这些因素 那么实际上选校来讲的话 举一个不太价趟的例子 就好像买鞋子 这个鞋子看着漂不漂亮 外观怎么样 这些外部因素 这是给别人看的 但是这个鞋子到底穿着 舒不舒服 合不合脚 这个只有自己知道 那么选校也是这样 外部因素实际上很多时候 都是给别人看的 那么内部因素实际上是会影响到 学生自己今后去到大学里面 这四年一个实际的生活体验 那比如说外部因素里面 像排名 像名气 这个都是一般家长非常看重的 然后当然还包括地理位置 费用 专业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外部的因素 那我并不是说看重这些因素 有什么错 或者有什么问题 或者你不该看重这些因素 我认为这些因素 都是应该考虑进去的 但是与此同时 不要忘记了 还有许多学校内部的因素 也需要考量 那么内部的因素 包括像校园的人数 包括像师生比 班级的人数 选课的灵活度 教学的氛围 校园的氛围 其实这些都是会实际影响到 学生的一个在校的学习体验 甚至会影响到今后的就业和升学 那么当然除此之外 学校的这个校园漂不漂亮 设施好不好 学校安不安全 这些其实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 但是我认为就说 这些因素实际上 其实是对你的这个学习体验的影响会少一些 实际上也是不会影响到你今后的就业和升学的 所以当然就是我这里仅仅为大家 是列出了一部分的这个因素 那么像我帮学生选校的时候 其实在一开始选校 我不会直接就开始进入到这里面 因为很多时候 学生实际上在选校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不清楚就是自己到底适合什么 那么家长有的时候呢 可能会就是外部的因素考虑的比较多一些 但是内部的因素 到底学生自己孩子的需求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有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 还没有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一般像我和学生选校 首先第一步会帮助学生 先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学生 那么这个问卷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问卷 上面总共有80个问题 那么是考量了学生的各个方面 那学生通过回答 然后会从这些方面来了解自己 他对学校的这个热情 然后包括他学习的这个参与度 还有包括他对知识的渴求 他的基本的学术技能 他的独立能力 职业倾向性 社会责任感 还有他自我认知 还有对学习和社交的平衡的需求 以及对大学的向往度 我会让学生通过这十个方面 来进一步的了解自己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比如说 如果这个学生 他的这个学习的参与度很高 如果他是一个participant learner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他在上学的时候 是非常渴望能够参与到这个课堂讨论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学生 就是如果说他最后去到的学校 都是这种几百人的大科的大公校的话 那学生他是会觉得是非常frustrated 因为这种几百人的大教室 一坐在里面 你不要说讨论了 就是能听清楚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那么除此之外 你比如说还有像这个 有的学生他的这个职业倾向性是不是很强 这个每个学生也是非常的不一样 那有的学生他可能在这个阶段 并没有考虑清楚自己毕业之后要做什么 那有的学生他可能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工作的 那这个在选校上面也是非常不同的 OK 那我今天的这个讲座可能时间稍微有点长 大概内容就是这么多 好 那么以下是提问的时间 好的 谢谢Erika老师 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Erika老师 有家长问 ED同时申请financial aid 是否大学不会给offer 比如Promona College 这个就是要涉及到学校的这个financial aid 是什么样的政策了 因为有的学校是need blind 也就是说你申请financial aid 是不影响到你的这个录取的结果 那么有的学校它是need aware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需要financial aid 那么可能学校它就不会录取你 或者说就是它可能会希望你的这个 就是你的成绩各方面要更强一些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Promona应该是need blind 所以你在申请的时候 哪怕是申请这个early decision 它是不考虑你的这个financial need 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 你申请了这个ED 那么你的这个financial package 你就没有办法去进行比较 这个financial package到底好不好 这个都是something out of your control 好的那第二个问题 If I apply ed and get rejected Can I still apply ed2 你可以apply to ed2 但是呢是一定是要不同学校的ed2 就是你不能我这个学校的ed1被拒了 然后我继续申请这个学校的ed2是不可以的 OK好 那它下面这个问题就是说 能不能再解释一下REA和SEA的区别 REA和SEA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对于就是这个他们是interchangeable 他们的policy也都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名字叫的不同而已 耶鲁大学比较特殊 他叫他们的这个REA叫 single choice early action 但是实际上也就是restrictive early action 是一样的 那下一个问题啊 有家长问这个这个REA有排他性 但是为什么不绑定 因为它叫early action early action它是不绑定的 就是说你你录取了之后 学校不急于让你来报到 实际上我是觉得学校也挺虚伪的 这几个学校 因为如果你真的REA录了 哪会有学生不去呢 而且就说其实这个 这几个学校 他们的这个financial aid的政策 也是非常好的 至少Stanford它的financial aid的政策 是非常好的 Harvard呢不一定 但是呢就说学校 至少给了你这个option 就是说你也可以不来 只不过你在申请的时候 你看他们很虚荣 你只能申请我们一家 你不能选择你的 OK好 下一个问题 EAED还有ED2 Can you only apply for one school What category is UC Berkeley 如果你申请了这个学校的ED 你被defer了 那么你是可以就是继续在这个RD的pool里面被评估的 你不需要做什么 就是如果你被defer了 学校会继续在RD的这个pool里面被评估一轮 但是如果你被拒了 那么你是不能够申请这个学校的ED2 也不能再继续申请这个学校的RD的 那UC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系统 UC只有一轮截止日期 就是11月30号 只有一轮RD的这个截止日期 UC是没有任何EDEA的政策的 OK好 那下一个问题 有好几个家长都问同样的问题 请问今年录取对亚裔学生是否稍微好一点 因为耶鲁大学事件以后各大学会有所改变是吗 我会认为就是耶鲁大学现在出了这个官司 那么他们今年可能会有所收敛 但是整体来说 今年是不是就是会有利于亚裔 这个很难说 因为就是除了这个耶鲁的这个事件之外 我们还要考虑到就是其他的一些因素 你比如说现在UC 他现在在搞这个Prop 16 包括这个UC Berkeley 来了这个新的招生官 然后UC来了新的这个President UC Berkeley现在在冲 想要自己成为这个Hispanic Serving Institution 也就是说要大幅度提高 西域这个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 那么包括今年的这个 这个疫情的缘故 学校大学 他现在这个录取也很昏 因为学生成绩也没有了 然后这个GPA也是不完整的 课外活动很多时候 也就是也没法做了 所以现在整个今年的这个形式 是比较难说的 但是呢 就是从学校的这个态度来看 正因为他们有这么多信息方面的缺失 所以如果说你能够尽量的提供 有利于自己的材料 有分的提分 有活动的提活动 这样的话就是尽量的展现自己 那么这个一定是会有利于你的申请 下一个问题 这ED不是有排他性吗 怎么能跟EA一起申呢 ED的排他性是在于说 它排除其他的ED申请 就是你申请ED的学校 你只能选择一所学校申请 但是就是你EA的学校是可以继续申请的 好 那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安利里面的这个Tier 1和Tier 3 High School 你指的就是哪一类的学校是Tier 1的 Amador Valley算吗 这个呢 我们是就是我们根据这个U.C.每年的一个录取情况 我们专门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表格 就是哪些学校 我们这个Tier 1,Tier 2,Tier 3 就是根据每年这个学生他在U.C.的一个录取情况来决定的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这个详细的一个排名的话 也可以添加安利老师的微信 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排名啊 share给 share给你们 ok 好的 因为时间有限了 今天问题实在太多了 我们再回答两个 好 家长问这个ED如果成功了 最后又收到了U.C.的录取 那ED是不是可以不去 你ED的申请12月中旬就出结果 那U.C.的申请要3月份才出结果 所以你当时你ED的12月中旬出了结果之后 1月份之前你就是要需要向学校提交这个 提交deposit提交入学定金了 所以你是根本没有机会等到U.C.的这个录取的 而且就是这个政策上也不允许 因为一旦你这个ED的学校录取了之后 你就要立刻撤回其他学校的所有的申请 下一个问题 How will an REA school prevent you from applying to other schools since their decision is non-binding? 其实这个问题和另外一个问题很像 就是有的家长他也会问 那学校怎么知道 我有没有申请其他的ED呢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非常相似的 那么我的回答就是说 千万不要gain the system 因为这个学校它是会知道的 很多时候就是像 尤其像藤校啊 包括有一些地区性的这个盟校 就是盟校 其实他们都是会互通有来的 他们会知道 哪些学生申请了什么 所以千万不要去尝试冒这个险 因为一旦被发现 那么可能你这个申请期就完蛋了 OK 好的 那今天的讲座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Erica老师的分享 那希望我们的讲座呢 能帮家长更清楚的了解到了 这个早生的选择 还有这个大学对早生录取的一些情况 那屏幕上面呢 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如果家长想要知道 我们接下来的讲座安排 可以扫描我的微信二维码 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讲座家长群里面 或者是来电 email咨询相关的一些大学申请服务 那我们接下来呢 每周六的晚八点 都会继续跟您相约 我们的这个教育讲座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 也谢谢Erica老师的分享 谢谢Erica老师的分享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下周见